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已经办了17厂 现在比较便宜 欧元降了 欧元降了 OK 所以这样子算算起来也差不多 乘以17这样差不多6亿了吧 然后这个4000万是可以回收的吗 算是很烧钱吧 你如果是真的要做一个百年的品牌 那这个过程它是必须要走的 所以这个成本是必然必须要花的 对 而且你上了这个竞技台 你是下不了 你下来的话 可能你这个品牌就可能就没了 所以应该是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路 对 看最后你是转到哪里 可是秀还是不能不做 然后巴黎的服装展 算应该是全世界 它应该是最高境界了 所以你还是必须每一年 还是要节省一点 如果把这个钱花在这个上面 节省一点 但是这个秀再怎么花钱 一定要烧下去 一定要去做的 OK 所以你看现在又进阶到 另外一个里程碑了 就是蒙田大道上的这一个店 要展开了 而且这个店在今年7月 然后它隔壁就是普拉达 那个对面是一个六星级的饭店 对 所以但是要一直一直展店 这油隔很胸重 要花很多钱 我们就先来听听 就是儿子怎么讲 儿子就是小儿子王子伟 对 他要负责全世界的拓点 光是在巴黎才要拓第二点 来 一起来听 这里是法国巴黎的蒙田大道 也是全世界顶级时尚名牌 进驻的地方 来自台湾的夏姿 即将在2017年中旬 也要来到这边 开巴黎的第二家饭店 而且它的位置 就坐落在普拉达的隔壁 对于进军全球 顶级名牌行列来说 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下次来自台湾本土的服饰品牌 抢进法国蒙田大道 一线战区之列 巩固国际精品地位 以目前来看 整个蒙田大道上面 也没有一家亚洲的品牌 连日本的品牌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对公司的 国际上面的这个加分 据点的加分是有的 品牌的认知度跟辨识度 应该是会有增加 下次的执行长王子维 采访这天才刚签下位 在蒙田大道的精品店 这是继2001年巴黎专卖店后 下次的第二加分店 紧接着下次更透露 三年内下一个市场 敲定在伦敦 纽约 而目前在海外市场 已经有包括香港九龙 日本东京的一线城市 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 还差很远很远 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阶段 要做到全世界 就意味着 全世界百合公司 一定要有你这个品牌 到处大家认识 执照你这个品牌 可是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我们做的这个设计 又是比较属于小众这一块 全世界要做到很多国家都有 要做到大家都认知 实际上有一定一定的困难度在 为了达到这一步 下次不惜砸重本 从2008年底 开始在巴黎时装周做秀 除登场就以纯手工刺绣 惊艳欧洲时尚圈 而成立于1978年的夏姿 最早来到法国市场 其实是为了做出区隔 因为早期台湾 做这些流行性的衣服 都是超日本的 会看日本的 跟日本买的这些布料 所以都是亚洲 那他们想说 可能要有一些区隔化 所以可能大概8889年的时候 他们就来巴黎 然后去看展 拼离展 所以大部分的原料 即使到现在我们都是跟欧洲的厂商 去采购 下次一步步走向国际 如今每季都登上时装秀 是巴黎高级时装工会 唯一一个台湾品牌 在巴黎做秀 一年要花掉台币十千万 那明明很烧钱 有没有办法回本 那为什么要一直做下去 有 我们有内部讨论过 说到底做这个秀 到底是对这个 固有我们公司 销售上面有多大的 就是 就是有没有一些反馈 我们评估下来是实际上是没有 不是你丢一块钱 还就一块钱的回报 真的做品牌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说我们还是很想尽办法的 就是虽然做了17季了 还是想说那是不是能够有一天 我们还是慢慢做慢慢做 能够在国际的买家上面 能够去增加 夏姿知道绝不能只靠老顾客光顾 为此夏姿积极接触法国时尚圈 希望向他们借进 走向年轻国际化 在做品牌实际上是 要能够花时间 而且要花很多钱 就像如果说像我们今天 如果是一家上市的公司 我在巴黎做17场的秀 17季的秀 我花这么多钱 我明明一定被股东骂死 因为你花这么多钱 你产出可是你没有 没有任何的买家跟你买 品牌如果还分年龄 那这个品牌迟早会老 这是夏姿王台下的定义 如今夏姿代表的是台湾精神 顶层客户 名媛贵妇圈 演艺圈 夏姿的品牌力道渐渐扩大 套具流行语 你穿的不是衣服 而是文化 你穿的不是衣服而是文化 OK 好 我们刚刚看到 儿子满优秀的 在全世界这样的拓点 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 满意吧 还加强 还需要再加强 还需要再加强 我记得当时 子伟跟我讲过一个状况 就是说人脉还是很重要 因为你怎么在 这个巴黎的时尚圈 有这样的人脉 所以你可能才可以 住到这样的一个店等等的 这个都是靠他这样 一步一步去铺牌去累积 所以妈妈很怕病 所以你怎么看 现在蒙田大道 对于这个夏姿 即将四十年的这个里程碑 硬体有了 那软体呢 那就要靠这个店长 靠这个巴黎的总经理 怎么去把这个店经营好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也是很细心在挑衅 这个店的所有的这些 售后员总经理 那能不能好 我也不知道 那希望 当然我是希望它会很好 那至少在那个点上 应该是人潮会比较多 然后可能全世界的 这些不管是来自中东 或者是俄罗斯 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我们的台湾品牌 就这样就是在世界舞台 跟这些大名牌平起平坐 那再怎么样呢 就是王太的这个工厂总部 就是其实深耕在我们台湾本土 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去五谷 去看一下这个总部 也看看王太平常在上班的时候 那个女强人有多恐怖这样 为什么把她叫恶魔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的救星人物呢 是王晨彩霞 那么下次的创办人 也是呢 把台湾本土品牌呢 推上国际 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那么其实呢 那她的这个在时尚圈呢 被封为叫做亚洲版的 Prada的恶魔王 那平常上班的时候呢 有没有让部署 挫了蛋这样子的感觉呢 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到五谷 她的总部呢 去看一下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做橱窗的 你看到我们的橱窗 都是出自她的手里 她毕业在瑞士 很优秀的 走进五谷的办公大楼 这里是夏姿设计总监 王晨彩霞 一手打造的精品服饰王国 像这个也是比较立体 不一样的 夏姿的服饰有七成 用纯手工制作 这是对精品的坚持和独特性 到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她的成功力跟失败 在哪里都应该都知道 会不会卖 差不多七八十个%都知道 对 一看知道说完全可以卖完的 王晨彩霞是下次的灵魂人物 对设计的敏锐度放眼国际标准 她对旗下的设计师要求也很高 道士讲 她是对什么事情都很要求 所以她是对衣服也是对人 对人也很要求 对人也很要求 对她会一直护许 我们每个人技术都要一直拿 因此时尚圈给王晨彩霞的封号是 亚洲版的普拉达二摩 暗示她难搞又犀利 王晨彩霞总是笑笑也不否认 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这样 我希望你出去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希望你出去 不管你再下肢或是出去 你将来是可以赚更多更多的钱 然后你的能力是更强 王晨彩霞对自我的坚持 就连下肢员工餐厅 煮的也是健康清爽的蔬菜为主 因为时尚人也得为自己的体态负责 今天的菜好吗 好啊 好啊 你们好像吃素对不对 其实我吃很简单啊 因为我怕胖 我不能吃太多 你是有啊 没有我早上吃很多 中午我就随便吃个青菜 对啊 做服装你不能太胖吧 要求完美外身为时尚人还得创新 瑕疵如何精准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设计 来到王晨彩霞的办公桌 后面一整面书柜 就是他的灵感来源 我最近在看思路 对 然后呢 我这边就是全部是欧洲的 在这边的几乎 在上边的几乎是我现在在看的 我会说起中国的西式的 很多不一样的说话 举凡窗帘布 中古时期南式背心 蕾丝刺绣款式 王晨彩霞收集成堆 出国闭逛展览博物馆 也绝不放过古董市场挖宝物 融合中西精品精神 一路带领夏姿走过39个年头 但王晨彩霞还不满意现在的成绩 如果说到达满分是100 现在大概到什么程度 我看只有20分法 这么快签许的 对对对对看你要跟谁比啦 我只有做到现在这么一点点 我觉得那个面对的这明年40周年 心里就很很彷徨 然后非常的着急 然后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让夏姿能够在这个国际更 市场更大 唯一一个亮相巴黎时装之后 和西方顶级名牌同场竞技的台湾品牌 下次越是走向世界舞台 目标就看得更有大 好 这个亚洲版的普拉特恶魔 我觉得这应该是对专业的一种称呼 我不知道 OK 代表你就是 这个不用太在乎 很要求 尤其刚刚听到你只打20分 为自己打20分 会不会太苛刻了 你如果去巴黎 看他们的店有多大 那有多大 那个比例就知道了 你就看这个前世的品牌 10名内有谁啊 那就1 2 3 4 5 6 7 8 9 10去比 那没有的话就看 你要比100名以内或是多少 那你就逐渐地去往这个路上 往这个你想要的目标走 OK 那觉得你又 真的是要比这个第一名的 那可能 那我觉得我看 我这辈子应该是做不到吧 我自己心里的书 你看到国际品牌 不管是这个LV啊 Gucci啊 他们这些 就是每一个城市 大城市的这个 可能最热闹的 他们的精品区 都有一个他们店 所以你理想中的下次 是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 是 我觉得如果是 你要成为一个国际品牌 然后是真的是 能够争光啦 争光 那应该是要这样的 你看当年一个小女生 逃家开始 其实我想你 那个时候你也没想到 那个时候可以做到 这样的境界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特别 我觉得每一天生活 还是这样过 只是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就往那个目标 我觉得那个特别是 你的精神跟你的意志力 要更特别 才能够做得更好 OK 所以对于我现在而言 我觉得你看到这么的 你那天也到了巴黎 你也看到这些国际品牌 这个所有的状况 那下次在这边作秀 你看隔壁 Shanel在隔壁作秀 它那支火箭是可以飞上天的 那么光是那个火箭都已经是 不知道是几亿的 对不对 算亿的钱了 所以它的会场也那么大 所以你也都看到了 所以那是 现在是不能比的 到底这样一直push你 往前的那个动力 我们如果仔细想一下 你觉得那个是什么 什么样的力量 我觉得做一个品牌 你有那个责任 把它带到哪里 我认为那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责任